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应该都会很清楚自己最常做的料理有哪些 以及做这些料理呢 你需要哪些工具 食材 或者是调味料 那为了烹饪上的方便 常使用的工具啊 或者是调味罐 原则上应该都已经放在 你那些最容易伸手拿取的地方了 也就是你最习惯的地方 所以呢今天的挑战呢 会比较偏向要去检视一下 你平常比较少碰触到的橱柜的里面 那因为你可能已经忘记里面的藏了那些好料了 对对对 所以今天的挑战的主要是去检视 所有不需要冷藏的食材或者是干货 还有一些调味罐啊 罐头啊 那整理的步骤呢 和昨天的零食是一样的哦 一样第一个步骤 检视一下如果是已经有过期的食材的话 那可能就要直接处理掉了 因为过期的话吃进肚子也可能太好 那再来第二个步骤就是 还没有过期 但是你觉得这个食材的味道可能不是很好 你不是很喜欢可能 不太想要再把它放进你的料理当中了 那这时候再过期之间 赶快送给你亲朋好友 给他们去使用 他们喜欢的话 再来是第三个步骤 因为食物是有期限的 所以有期限的食物 请你要尽量集中在一区 也这样你不要容易管理 那你可以有意识地知道这些食材 什么时候要过期 那你要怎么样分配时间 去把它消化掉 集中之后你可以知道 哪些东西其实重复性是比较高的 你就不会又再多买重处的食材这样子 才不会有食物浪费 然后更容易过期的问题 那也是可以更能够省下何报啦 那因为我们目前是万十足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这类的物品 OK那这就是今天的挑战咯 那今天的挑战一样是厨房的挑战 所以如果你还没完成昨天的挑战 那也可以跟今天的挑战一起做咯 那因为连两天都是吃了挑战 OK那现在就去整理吧 那想看看自己最常做的料理有哪些呢 留下那些你会用得到的食材吧 OK加油 那就明天见咯 拜拜